对于航母来说,可能当二战纳会,双方都是以水面舰艇来对抗,那时候的鱼雷将会起到关键作用,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。 说实话能够打击航母的手段太多了,不管是反舰导弹还是潜艇,不管是水雷还是轰炸机,说实话航母的克星显然越来越多,但是航母毕竟是大国的象征,美国内核依然保留了11艘核动力航母,而且还有两艘已经进得差不多了,显然与美国的地位相媲美,而且美国的航母数量占到了世界航母总量的一半还多。 说,美国海军的实力显然短期内无人能及,不能说克星越来越多,就放弃航母这样的载体。 对于美国来说,每次打仗总是拉上一两只航母编队,看哪个国家不顺眼就打一下,总是先发制人,让人无可奈何。 这几十年来,美国发动的战争也不在少数,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伤到美国航母半分。 而对于我们来说,东风21D作为航母杀手锏成名已久,真的打起来,说实话美国的航母根本不敢靠近,而且即便美国的航母防空系统在强,也无法拦截住东风21D。 而最近,我们看到,香港南华岛报爆料,中国正在开发一款海底大杀器,即超大无人水下潜航器,这款大杀器虽然说之前就已经披露了数次,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显然无需再隐瞒,这次直接曝光出来,足够看出我们对于这款海底大杀器的重视。 要知道这款海底大杀器就像是海底的幽灵一样,可以神出鬼没,而且是无人驾驶,而隐藏在海底数月。 对于我们来说,在东海海底和南海海底,如果不属这样的海底大杀器,显然意义重大,毕竟美国的水面舰艇,可以闯入我们的领海,指不定美国的潜艇也经常会穿梭自如。 按照南华早报报道的那样,这款无人潜艇是综合性的,别说是简单的侦查和情报收集,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航母的致命客星,毕竟如果携带大量的导弹对航母实施自杀式的袭击,那么对于航母来说,绝对是重大的灾难。 而且这种大型无人潜艇,显然是未来的趋势,当然了此番南华早报,似乎把中国曝光,的这款水下大杀器说,但是天花乱坠,似乎有点太过夸张。 毕竟与美国这样的潜艇强国相比,显然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,但是不得不说,此番我们不再隐瞒,直接曝光这样的海底大杀器,对于一直比较紧张的南海和东海来说,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利好。 而且这款大杀器,估计会在2021年问世,显然非常值得期待,而对于广大军迷来说,这样的海底大杀器,显然已经足够,让人惊喜。 但是不得不说,我们更期待096型核潜艇能够早点问世,毕竟可以携带24枚潜射型巨浪三洲际导弹,要知道这款导弹的射程,估计会达到12000公里,可以轻易覆盖美国本土。 关键是096型核潜艇将会达到美俄一流核潜艇的水准,美国国家利益更是直言096型核潜艇很有可能,达到世界第三的位置。 一旦096型核潜艇问世,那么096型核潜艇的地位很有可能,超越东风-41核空-20,而且潜艇本身就神秘莫测,搞不好会出现在美国的后花园。 所以对于这款国之重器,显然大家更加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 age caps的导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